之前可能稍微再講一下就是 剛剛這個合格不合格有沒有 我們有利用那個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的話條件有來做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VBA輸出的時候 也順便幫我加格式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這個額外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變更的是不合格的請你輸出資料之後在下面Enter一下 然後呢 在儲存格裡面呼叫什麼呼叫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點先打sales不要先不要加瓜糊 最後再加 因為如果你加了瓜糊之後 你如果加了瓜糊之後呢 你再點他不會提示 特別點下去他不會 他提示不會出現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會先打sales 在這個 物件集合 打一個 點 然後不叫他什麼 因為我要做那個字型的格式字型方面 我希望把它填顏色 那填顏色的話呢基本上就是在字型這個區塊裡面 然後呢把顏色呢變更為紅色 那這個學術的話如果在LVB裡面其實很簡單 就fong fong嘛 fong物件嘛 點什麼呢 fong物件點 那裡面有很多屬性 有沒有這個物件裡面有很多屬性 指的就是說它要是哪些外觀 包含什麼 像 bole就是初級 back card就是背景 顏色的話有沒有 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你就 很直覺的 其實物件的觀念蠻直覺的 它就是跟你上面看到的都有 全部都幫你列在清單裡面 那 等於什麼呢 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在BBA裡面 只要遇到顏色 你就要記得一個函數 叫做rgb 應該 rgb應該知道什麼顏色 就其實是三元色 r就是什麼 紅色 g就是綠色 b就是藍色 紅 綠藍 OK 特別要 用這個來設定顏色 錢瓜糊 那顏色的話 它是這樣規定的 就是 總共是2的8次方 250個種顏色 可是不是從一開始 是從零開始 所以最小是零 最大是多少 25 25 因為從零開始 會少一 所以零是最小 那如果說你今天紅色要全部的話 你就打25 豆點 綠色要多少 沒有 零 豆點零 OK 所以最重要如果你今天要紅色的話 那就是什麼 rgb 瓜糊 紅色全部 沒有綠色沒有藍色 這樣就紅色 紅色應該可以理解 OK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寫好了 那記得啊 最後請你把那個 刮糊再補上去 指的就是 這一個儲存格裡面的 字形跟顏色幫我變動 如果你忘了加這個刮糊的話 它就會變成什麼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儲存格 都變成紅色色 OK 所以 那為什麼後加 我剛剛講過 那個清單 那如果你不影響 那你就自己打 它只是提示而已 你就是打完 點縫 點 color 等於rgb 這些一串 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 直接 再把它試一下 這邊的話按下它 就會有 合格不合格 那你會發現 就剛剛 旁邊這邊還蠻像的 OK 這邊就出來了 合格不合格 然後 清楚 合格不合格 好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 順便補充一下 利用那個phone cover 去變更顏色 所以以後 VBA裡面你可以 先輸出資料 再去設定格式 是沒有問題 也就以後啦 反正 比如說你多少以上 多少以下 像個股票一樣 多少 跟昨天比 有漲有跌 設定不一樣的顏色 其實 對於VBA來說是還蠻簡單的事情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多重 所以 成績多重 把它改成ABCD ABCD要怎麼改 特別需要 我這邊的話 一樣 在那個我們 這個 模組裡面 增加一個叫 成績多重 那我是拿什麼 拿剛剛的這個來改 所以我剛剛把那個剛剛的 成績的這個程式 有沒有 把它Ctrl C Ctrl V 把它貼過來 改一下名稱 名稱的話也許改成那個叫 成績多重 多兩字 因為呢 Sub的名稱 在VBA裡面 不能重複 這個名稱不能重複 那需要改什麼呢 第一個 把那個 依然的資料 大於等於80 那我就輸出合格把改成A 可是問題來了 後面怎麼辦 特別需要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 PBA裡面 如果你是多重判斷的話 第一個 if 那第二個 是什麼呢 你可以再把這個if 上面這兩行 複製一下 然後 end一下 把它 貼到前面去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 70 這邊改成 b 不過特別注意 在邏輯裡面 不能有兩個if 第二個if else 所以你特別主要在前面這邊帶一個s 這個有點像 一幅是首先 else也就是其次 然後呢 還有嗎 還有 所以你再把 第三個是 Ctrl C 一樣把它貼到 et一下 然後 貼到前面去貼上 然後改什麼 改 b 這邊的話就是 60分以上 就是b 就是 就是c 跟著一下 然後l 就是b 當然 你這個d的話也可以改成紅色字 也ok 然後把它保留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執行 那你會發現 跟剛剛最大的差別 基本上就是這個l l加f 因為 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 反正 你如果以後呢 會有很多床 後面的邏輯都是l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他不管有幾層 像那排數裡面最多7層嘛 可是這邊 他們好像沒有7層的限制 其實我們以前做過30x20 都沒有人用那麼多啦 大概 只要你要做多重的判斷的話 都可以用lc 部分 分別把它 一個一個輸出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 可以把它直接就 執行過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a bcd d的部分呢 一樣輸出有 紅色字 ok 可是 假如說呢 我希望 除了輸出資料之外 也能夠改變 順便改變格式的話 剛剛如果用函數來做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 還要再到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新增規則 對 可是vpn裡面不用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做幾個變化 第一個呢 我希望 當然我再舉例 a 變成藍色 b 變成 底色好了 底色 c 加框線 框線 外面就是 因為它一個 朱珍格 有四個邊嘛 上下左右 所以呢這個框線幫我畫起來 那 第一的話呢 除了紅色字之外 再加出底 這個要怎麼做 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 再把剛剛層積多重 一樣 這個開發人員裡面 一樣把層積多重層積這邊 複製 然後呢 貼到底下 層積多重 不過層積多重裡面 我改層積多重 後面加個顏色好了 那範圍的話 一樣是 for i 等於 2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剛剛這個沒改到 2到7 改成2到 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 希望 它輸出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這樣看比較清楚 如果說我今天輸出 a的時候 幫我 有沒有 所以底下 字改為 藍色的話 我大概幾個 我們這幾個 比較重要的 我們一個來幹好了 那你們可以 對照一下 那個 我們的 這邊 OK 這個是最後做出來的 A B C的結果 那如果希望呢 A 請你幫我把它改成 藍色字 其實就剛剛 我們做過了 如果你忘記也沒關一下 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 習慣是這個 先把 Sales這個幾個字 複製過來 稍加幾個字 點一下 設定它的 Fone Fone什麼呢 點Color 所以你打個 C它會跳到Color 等於什麼 RGB 藍色的字的話是 沒有紅色 豆點 沒有綠色 豆點 全部 都是藍色的 這樣就OK 應該可以理解 可是你 有同學說 可是有些顏色呢 不知道RGB 是多少 怎麼辦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在常用 有沒有 常用碑上面 有個油漆筒 對不對 油漆筒這邊呢 你點其他 其他色彩 這邊 這個 有機桶 記我答案 有沒有 反正你隨便點它就RGB了 比如說點一下RGB 你要哪個顏色 黃色 點黃色 按字體 旁邊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 RGB3顏色 這邊有了 255 255 0 就是黃色 OK 那其他顏色 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隨便找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假設紫色 這個有點粉紅 PINK這個 假設你喜歡PINK顏色 隨便一個好了 自定一下 這邊有了 255 5 204 你就把這幾個數字 填到RGB的 後面那三個數字 就會產生你要的顏色 任何顏色都可以 不過一般以色 裡面 比較少人 把那個顏色做得 這麼 那麼多彩多姿 不過 我覺得 這個創意 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以後呢 你可以 記得啦 VBA裡面 RGB 配合那個油機桶的制定 任何顏色都可以變出來 而且千變萬化 所以以後 Easeo裡面誰說不能夠 很多彩多姿 就是有很多顏色出來 而且甚至它可以自動亂數產生顏色 因為我之前也用過 隨便變化 那個Easeo顏色非常的鮮豔 打開起來完全 不過 導致 可能會不會 變得比較不正式 感覺好像有點 太花俏了 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在這個地方 可以做設定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變出 畫面上看到的這幾個效果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那個 A1輸出之後 利用那個 剛剛講的 然後再把那個 刮糊夾上去 所以第一個 藍色字的話 這樣就做出來 RGB 00255 第二個的話 底色部分的話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4小時 它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 點 有一個叫 intro的一個物件 底色物件不是 Fone Fone是指的是它的字形 那底色又是另外一個物件 叫I開頭的 你可以找到I 往下呢 找到一個叫intro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底色物件 那底色物件裡面的話呢 一樣喔 你可以點 它一樣會有color 所以你會發現底色還有這麼多設定 大家有些可能暫時用不到 你可以先略過 color應該用得到 等於什麼呢 紅色就是什麼 RGB 錢刮糊 什麼 255 痘點 255 痘點0 紅配綠 還是黃色 紅色加綠色配出來就黃色 OK 所以 好 那最後記得把刮糊呢 再加上去 這個動作一定不要忘記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忘記喔 一執行之後呢 發現怎麼樣呢 它所有的 底色呢 通通都變成 黃色的 因為就沒有刮糊 刮糊意思是哪一個儲存格啦 如果你沒有加那個刮糊的話 就全部 的儲存格通通變成 黃色的底色 然後還有 匡線 匡線怎麼設定呢 一樣喔 你就是 Sales 然後呢 店 那顧名思義嘛 匡線的英文是什麼 就 Boulder 加S 為什麼要加S 因為上下左右不是四條線嗎 它是負數 所以一定是Boulder10 OK 然後呢 顏色的話呢 不一定顏色 對 我顏色要紅色 電什麼呢 一樣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紅色 一樣是RGB嘛 所以你打RGB 前刮糊 255 豆點0 豆點0 後刮糊 然後記得一樣 把這個 給加到 這個Boulder 物件 意思就是幫我把 這一個儲存格 畫框線 當然未來如果說你要針對的是一個範圍 你就是給一個範圍 Range 物件 Range物件裡面呢也都一樣會有 自行 底色跟 Boulder 都會有 所以範圍跟 儲存格物件 兩邊是相通的 OK 只是一個是單一個儲存格 一個是某個範圍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我們的那個 字的顏色 A改成藍色 B改底色 C加一個紅色的框線 D的話呢 就是 我們的什麼呢 加粗體 粗體的話呢 實際上除了紅色字之外 多一個 其實也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Fone的 這個物件 點Fone 所以你打一個 Fone物件 然後呢 點什麼呢 它有一個叫 Color上面有一個叫Bold B-O-L-D Bold這個 這個就是加什麼 加粗體 但是呢粗體 一個是按下去有 一個是沒有按 所以它其實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True 一個是False True就是加 另外False就不加 所以呢我如果要加的話我就打 等於什麼 等於True就好了 不過它好像 不會出現那個 讓你可以選的 TrueFalse 所以怎麼辦呢 自己打 True OK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粗體 再把框線這個部分 這個儲存格呢 翻過來 OK 這樣就完工了 應該可以看懂吧 所以以後的話 VBA 我覺得它更厲害一點就是 它除了可以輸出資料 也可以順便變更 它的格式 這樣一輸出之後呢 你會發現 就整個呢 看到的結果 但是 再來就是輸出之後 如果你要清除 如果你用之前的清除 發現 好像那個 效用 只有清掉資料 但是沒有清除它的格式 OK 所以 糟糕要怎麼改格式呢 所以 格式如果要加了上去 當然你要把它拿掉 或者的話如果你沒有辦法拿掉的話 怪怪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有一個什麼 多加 顏色之後 有一個清除顏色 清除顏色 這個我可能因為那個 後面追蹤沒有追蹤 4i等於 2到 7這邊 我剛剛也沒有把它複製過來 坦塑c 讓它可以追蹤到底下 再來就是要清除什麼 清除它的顏色 加上去 那要怎麼樣把它拿掉 OK 幾種做法 請各位先試著 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 1 2 3 4 先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 針對那個 我們的 剛剛加上去的顏色 怎麼 很簡單的把它拿掉 大概是這樣子 OK OK 我們先試視線 我們先試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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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